华联市美国姐妹城市访问团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 出访的客室主管包括了建设、文官、社劳、原名、客家和兵葬 每位主管都认真观察国外的特色以及优点 并将作为各自业务推动的参考学习 华联市公所美国姐妹城市访问团 分别前往西雅图贝尔维游市和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进行市政交流 并且前往旧金山市体验美国文化 这趟旅程出访的团员都战战兢兢非常认真 出访的客室包括了建设、文官、社劳、原名、客家还有殡葬 每位主管都仔细观察国外的特色和优点 并将作为各自业务推动的参考学习 最主要的心得就是他们两个姐妹是相关的人行道的建设 不管是在市中心还是市郊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 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像我们看到他们的人行道的铺面 就是比较平整、平实、不浮夸 而且非常的友善行人的通行 这个部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还有他们在路口的保护措施 这个部分也有一些比较新颖的观念 让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工程可以纳入来参考 我们甚至还看到里面有一座儿童公园 这个部分跟我们目前想要推动我们花莲市的儿童公园 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 就是它的公园里面有相当多森林造型异象的儿童邮具 那还有非常无障碍的步道 以及就是无缝的地点来保护他们的儿童 那还有就是他们还建置了一些像遮阳设施 那个公园的公厕等等 这个都是以后我们在做儿童公园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 其实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包含是无业者或者是失业的民众 政府和国家给予的社会福利制度都相当的完善 那这部分也是台湾未来可以规划 或者是我们公所这边 这样我们可以做到范围内去做一定的规划 那这一次看到的也相当多 就是部分的城市里面也都看到了一些街友游民的情形 那这部分台湾也是相类似的 那因为美国也是注重人权的国家 所以其实对街友并不会有一个强制驱离 或者是禁止他们在闹去的情形 但是美国对街友的照顾方面 这部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学习的 那因为美国它的天气比较就是日夜温差大 那美国在就是入夜以后 如果即将变寒冷的时候 美国有收容所可以让游民街友们 他们在就是很寒冷的时候 然后由政府提供一个安置的出所 让街友他们可以渡过寒冷的天气 那这部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去规划做学习的 两个不同城市的氛围 我们可以看到有75年的太空塔的建筑物 也有举办52年的热气球加年华 而且都是国际型的一个建筑跟活动 那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就是属于花莲市的专属的DNA 就是我们可以寻找出未来有可能延续50年 100年的一个城市的基因 可以作为一个活动的一个开启 那因为花莲市其实是山海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山可以透过海 可以寻找出特别的基因 而且我们其实在太平洋边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那有没有可能属于就是 类似亚伯古迹市的热气球 那相对于在花莲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海洋面的一个议题里面 可以寻找出花莲独特的一个 比如说活动或是说整个精神的一个象征 然后去呈现出整个花莲市 比较年轻城市的一个想法 印第安的部落中心 让我感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 他们以Folomingo 还有以那个印第安的艺术家的 吹底的演奏来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我也想到我们原住民这个部分 以舞蹈或者是鼓调的传唱 来欢迎所有来到花莲的访客 特别在新墨西哥州里 还有看到在街上都会调挂一些 一串一串的干辣椒 那成为他们当地墨西哥 新墨西哥他们那边的饮食的 一个风味的特点 这个部分让我想到 其实我们阿美族的野菜文化 也具有这个特点 所以我觉得一个慢始的文化 在我们花莲慢慢的来结合 这个新的野菜文化的思维 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周期的一个符号 在碑店里面所产生 那让我想到说我们原住民部落 其实都有一些旗帜的精神 那我们原住民的旗帜的精神 也导入了他们部落的元素 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些东西 都可以呈现在伴手里里面 所以在我们原型课的 相关的伴手里的课程里面 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发挥 花点心思如何让我们原住民的元素 保护在这个伴手里 当我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 能够坚定我们彼此城市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让我们花莲原住民的特色 能够展现出来 这一次我们到西雅图 那个微软公司的总公司去参观的时候 我们对于他们的场地规划 感到印象十分的深刻 这个部分对于我们客庄 正在推动的一个客庄生活交流中心 这个规划案 让我有比较清晰的一个蓝图 让民众能够在不受干扰的 一个舒适环境中 设备简单清明 引导标示清楚 然后有着不同的展区交流中心 还有咖啡厅以及图书馆 等等的一个就是安排 让这个非常人性化的安排 可以让人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 能够互动能够交流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客家这方面 正在推动的一个就是计划 能够来呈现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他们相当的重视 对于王者的缅怀 那他们只通知知情好友 然后也没有什么繁文乳节 不用送礼 然后不用送花 那也不用送像台湾的花圈花篮 他们是透过聊天的方式来怀念王者 然后透过关怀的方式来抚慰家属 那这整个流程就是 那会觉得相当的温馨 他跟我们台湾目前正在推行的殡葬文化 结葬减葬 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另外一个点就是 他们的火化呢 在最后家属送王者的最后一段过程 将棺木送进火化炉那个按钮 是由家属亲自来按 那在这方面对我的感触相当的深 就是让家属可以跟王者 他的至亲 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断舍离 可以在这个按钮做一个最后的道别 那这是我相当感动的一个地方 那同时我也想到我们花联 必须要有殡葬园区 才可以让我们的殡葬文化再次的提升 长达十天的出访 在美国多个城市参观学习 花联市访问团会议良多 也都把国外的优良经验 当作未来花联市政推展的参考依据 借旅会 美国采访报道